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内容是关于纽约时报 金融时报报导的俄国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军事经济援助的这么一个报导 CNN也都做了报导 那么甚至进一步的美国政府已经向欧洲盟友通过电文传达 告诉他们俄罗斯已经向中国具体索要五种装备 即地对空导弹 无人机 装甲车辆 以及后勤车辆 还有这个情报相关设备 那么还有这个即时的这个食品 那么可见这个在乌克兰前线这个士兵的这个食品问题 俄军的这个食品问题也成为一个大问题 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那么中俄两国都表示了这个否认 中国政府说这个赵立坚啊 外交部发言说这个这一说法用心险恶 并称报导是虚假的 那么莫斯科方面也否认 说我们完全有能力啊 那么现在的这个 这件事情的这个真实性啊 似乎是不容置疑啊 也是美国政府啊爆料给这个这两家媒体啊 给这两家媒体爆料 那么现在最新的这个消息呢 实际上是从2014年啊 俄罗斯政府被西方制裁之后 中俄两国的这个军事往来和这个军事贸易啊 就比较频繁啊 更加频繁 那么大多是由中国买俄罗斯的一些 比较先进的一些装备 那么不排除这中间也有 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一些 比较 比较通用的啊 通用的廉价设备啊 比如说这个汽车轱辘啊 黄海汽车轱辘 这次据说给 给这个 运输啊造成了 冬季的运输造成了一些麻烦 那也算是为战争做了贡献 那么这个报道呢 纷纷扬扬 他是出现在 沙 沙利文啊 这个美国 这个 国安顾问沙利文和 中国外事办主任啊 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在昨天在这个 罗马见面之前啊 那么见面之后呢 呃 美国的白宫啊 白宫 美国政府发 联邦政府发了一个 很短的一个通报 很短的一个信息通报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呃 他们两位啊 这个 联邦 国事啊 联邦 呃 安全顾问 呃 沙利文啊 会见了啊 会见了这个中国 中共的这个 呃 政治局委员啊 和这个外事办的这个主任 杨洁篪啊 在这个罗马意大利啊 他们呃 遵循了这个 拜登总统和这个 习近平主席 在2021年15日啊 11月15的日 这个 这个会谈的这个精神 另外呢 这个沙利文啊 呃 着重强调了 这个乌克兰啊 这个强调了这个美 美中关系啊 强调了美中关系的 呃 大量的这个 细节问题 也 讲到了这个 我 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的战事啊 那么双方都同意呢 就是会保持这种 呃 保持这种开放的这种联系啊 开放这种联系 就是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这种联系 那么看起来 这个共同点非常少 双方能够谈的 谈了七个半小时 啊 谈了七个半小时 但是呢 共同点非常少 但是有共识 就是要保持 这个保持联系啊 这有点像 像前一段时间 这个俄乌谈判啊 保持联系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那么 这个谈判过后呢 美方官员啊 就是这个 罗马啊 罗马这个会晤之后呢 美方官员的看法 认为这个 北京已经决意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啊 这个 这个已经很难改变了 那么这个高强度的七个小时的会谈 说明了这个局势比较严重啊 以及大家认为这种严重局势的一个体认 双方的一个体认啊 那么在这个体认前提下啊 对要保持这个通讯管道的畅通的一个承诺 那么 那么这次会议呢 呃 这个 沙利文啊 并无想通过杨洁篪改变中方立场的一个想法啊 杨洁篪也没有这个能力啊 但是主要呢 就是要 要把话传回去啊 要让中国的高层领导 重新审视评估他们的立场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没有任何迹象啊 没有任何迹象 所以这个有一个熟悉谈判情况的美国美方官员说 呃 中国已经决定要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呃 金融援助 啊 而且还强调了这一点 和沙利文也强调了这一点 现在问题是说他们能够走多远 另外一个他们的一个认知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习近平的项目啊 就是对 对这个俄罗斯这个军事和金融援助啊 这是习近平的这个领导工程啊 一把手工程啊 习近平是完全彻底啊 完全根本上支持和 这个习近平和俄罗斯建立密切关系 尽管一些中下级官员有疑虑啊 但是呢 习近平啊 是认为这非常有必要 那么实际上就是需要 改习近平来做出改变啊 这个也就让我联想到 呃 俄罗斯这个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说的 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 中国都会给予俄罗斯以政治军事经济支持啊 当时我是看了以后吃了一惊啊 但是现在看起来 呃 这个政治经济军事支持啊 确实都存在 只不过是程度上的一个问题 程度上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军事支持 那么从2014以来 2014年以来双方一直有这种贸易往来啊 军工产品的贸易往来 那么是不是因为这种呃 乌克兰战事啊 俄乌战事 以及美国带头的西方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 他就会这个就把这种军军品的贸易停下来呢 这对中国政府当然是一个非常难办的一个事情啊 如果他停下来就等于他跟随了英美的脚步 也在制裁普京 那普京会作何观感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我也看到这个胡锡进啊 这个前环球时报的总编 他提出来 就说应该是双方都不都不去支持战事的这个双方啊 都不给他们提供武器 这就像叫叫板说北约不要给他们提供武器 我们中国也不给俄罗斯提供武器啊 这个当然是呃比较有意思 这个实际上是并不存在对等 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 他是侵犯乌克兰啊 侵犯主权啊 礼不在他啊 那么大家这个西方国家给乌克兰支持武器 那叫支持他反抗侵略 那么你要给俄罗斯这个时候继续提供武器 那叫支持侵略 这个也和你中国政府一贯标榜的这个尊重呃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啊 也是呃自相矛盾的啊 也是自相矛盾的 那么现在呢 大家的一个看法就认为因为俄罗斯的一个俄乌战事的存在 因为普京的这个呃形势的这种鲁莽啊 他的这种愿望是因为中俄的这种事实结盟关系的存在 让中国和西方世界摊牌的这个时间大大提前了 所以我说呃习近平有这个总加速师之名 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强的就是普京也是总加速师啊 加速了这个东西方的这种撕裂啊 这种撕裂 那么沙利文在周二将抵达巴黎啊 和这个法国政府探讨探讨什么问题 就是中国要和这个要力挺俄罗斯啊 那么拜登政府也会去把这种中国的态度和欧洲分享和欧盟分享 让欧盟重新考虑他们和北京的关系 那么这个实际上不光是沙利文周二要抵辅巴黎就今天了 呃他们也在为这个拜登总统访问欧洲啊 也做一个铺垫啊 做一个铺垫 那么这也是你意中的一个计划 那么美国的态度就是说 在和欧洲进行对话和讨论 要把这个中国潜在的这种全球政策啊 要把它搞清楚啊 要把它搞清楚啊 当然也是要跟中国进行充分的交流 但是如果知道啊 这个很清楚啊 中国现在就是要往和西方对立的方向走 要往这个朝这个俄罗斯的一个立场上走 那么美国他要采取的政策应该也是很清晰的啊 就是有可能对中国也会加一起制裁啊 也会一起制裁 那么这个就是说 你能看到在亚欧大陆中国和朝鲜啊 和这个俄罗斯啊 如果一旦结盟的话啊 那么他又回到一个冷战的一个局面上来啊 回到一个冷战的局面上来啊 这个就是呃 是现在呃 这个他们的评论就是说 等于现在的这个历史正在一个拐点上啊 对于中国对于亚洲啊 对于21世纪来讲啊 习近平和普京的这种联手啊 啊 不算是强强联盟 算强弱联盟啊 现在俄罗斯的实力有点类似于 呃 中苏关系中间的中方啊 啊 就是在一个上世纪中叶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局面啊 除了他有核武器之外 经济实力上啊 是是这么一个态势啊 那么在这个这样一个态势下会出现什么样一种变化啊 这个整个这个所谓新冷战的局面会出现怎么样一个变化 那么欧洲会采取什么样一个立场 那么尤其是些中东欧的国家啊 中东欧的国家 怎么样去调整他们和德国法国的关系 怎么样调整他们和美国的关系 以及美国怎么样摆平这个局啊 在新的这个由一强啊 一强独大 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一强独大 逐渐的过渡到这个多中心多元这个趋势 那么甚至进入一个两分法的一个世界啊 这个中间呢 实际上你看了这个印度的态度非常耐人寻慰啊 尽管美国啊 有这个印太同盟这种想法 有印太经济这个想法 但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 印度和中国采取了同样的弃权的立场啊 这两个人口大国加上俄罗斯三亿多人 三十亿人呢 啊 将近一半的这个百分之四十的这个世界人口 那么同时呢 印度也表示啊 他们会和坚持和这个俄罗斯的贸易啊 坚持和俄罗斯的贸易啊 他们会买俄罗斯这个低价油啊 因为制裁造成的低价油 他们也会买 嗯 所以这个就由 而且还由俄罗斯牵头 有一个中印俄外长协调机制啊 所以美国面对这个局面 将如何调整它和 这个美印关系啊 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 点赞 转发 在留言区里留下您的宝贵看法 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